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加入创业公司能不能财务自由 加入创业公司35岁前退休 可能是很多硅谱年轻人财务自由的教程 我当年就是这样一个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 当年我辞去了500强公司稳定的工作 跨越了大半个德国搬到硅谷 加入了一家A轮的科技创业公司 加入公司的时候公司全职员工大概在20人左右 那个时候没有能力支援 没有消极评估 全公司每天都是一起吃午饭 其乐融融的 工作了两年多 我离开创业公司 期间其实也是起起伏伏 公司政治 这里我就按下步表了 离开的时候公司C人融资结束 规模在100到150人之间 估值是5亿美金 所以我当时加入的应该是比较成功的创业公司了 这两年时间里 我也在二级市场上卖过创业公司的股票 有很多的成长和收获 当然也采过很多人 很多年轻人都会纠结 到此要不要去创业公司 创业公司基本工资低 工作强度大 又没有大公司的墨域机 这大家都懂 但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就是创业公司的股票 这里我结合自己归库早期创业公司的经历 以及我在创业圈子里 其他朋友的经历 谈谈创业公司股票的问题 这里因为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会花仔细的时间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先讲讲 创业公司的这个期权机制 和大公司股票之间的差别 一些限制和需要注意的累居 首先创业公司的期权和很多上市公司 类似 它是分期发反的 也就是常说的 vesting 通常的做法是分成4年发反 也就是48个月 每个月给48分之一 但由于担心员工呆了很短的时间 就离开公司 所以公司会设立一个底线 英文称为Clip 我们把它称为冷冻期 通常这个冷冻期是一年 也就是说 如果你呆满了一年 你能一次性得到1分之1的期权 但如果你在一年之内离开公司 那就没有期权 一年之后 你每个月可以到手1分之1的期权 其次 创业公司的股票期权 其实是在未来10年内 以某个价格买股票的权利 所以说它还不是真正的股票 这个购买的价格 通常称为行驶价格 英文叫做Exercise Price 或者是Strike Price 行驶价格必须等于 股票发行时的公平的市场价值 你加入公司的公平市场价值 也就是你日后购买期权 需要支付的价格 这个价格和公司当前的 融资阶段有关 每一轮融资过后 这个行驶价格都会相应的提升 在硅谷这边 通常在C轮融资 之前行驶价格是相对比较低的 比如说总支轮A轮 这个行驶价格可能不到1美元 是以每分计的 B轮融资以后 可能1到5美元之间 而C轮融资以后 以下可能会从2美元升到 15或者20美金 最后行驶期权 其实有相应的期限 你在公司的任何时候 你都可以选择行驶 分发给你的期权 公司通常有规定 如果你离开公司多长时间 你其实必须决定 你是否要行驶期权 不然这个期权就会失效 通常这个时间是180天 很多初入创业公司的人 都会忽略这一点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雷区 那就是你即使股票没有别钱 你没有卖出股票 也可能需要缴个人所得罪 公司给你期权的时间 你行驶期权的时间 都是很重要的 关于这一点 我会在之后继续讨论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给大家有帮助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 关于留学求职的话题 欢迎评论留言 谢谢大家